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刚才那个预备定理 来证明这个serine2 就是sine的微分呢 它会变成cosine 那这个呢 我们首先 我们先令这个f of x 让它等于这个sine x 让它等于这个sine x 那接下来呢 就是呢 我们要下去呢 这个 把这个f' of x 把它导出来 f' of x呢 其实就是要把sine微分 那这个f' of x 根据导函数的基本定义 它就是呢 这个h趋向于0 那么 h分之呢 这个f of x加h 然后减掉这个f of x 那这个是导函数它的基本定义 导函数的基本定义 好,那么 以这一题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imit 写成像这样子的形态 就是 这边是h 那这个f of x加h 也就是你先把这个变数x 换成x加h了 那所以呢 这个前面这个f of x加h呢 它其实呢 就是sine of x加h 然后呢 我们再减掉原来这个f of x 它就是sine x 它就是sine x 好,那做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使用到这个公式了 我们要使用到这个公式 这个是sine的合角公式 那么 你按照它这边这个式子 sine x加h的话 s加h 也就是现在这个alpha是x 贝达是h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按照合角公式呢 你给它拆了以后啊 它就变成像这样子的格式了 这是合角 sine的合角公式 那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给拆了 那拆了之后呢 同学会发觉说呢 它拆了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这个 sine x cosin h sine x 乘上呢 这个cosin h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cosin x 然后乘上这个sine h 然后再减掉后面这个sine x 原来这个呢 把它抄下来 好,那么 这个sine的合角公式呢 其实很好记 就是说呢 这个sine sine就是3 那你可以把它拆开以后 变成三格高三 我们取它的谐音 这sine就是三格 口就是格 那这个口呢 给它翻译成高 后面这个3 所以呢 三格高三 三格高三 那中间是alpha贝达 alpha贝达 好,那这个是合角公式 加的就加的 啊,减的话呢 你中间就改成减的 好,这个sine的合角公式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 sine x加h 你给它拆开以后 就变成三格高三的形态 三格高三的形态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两格给它合并起来 这个合并同类项 那合并以后呢 这边我们就得到呢 它变成 这个limit h趋向于0 那么 这边是这个 我们把这边先合一下 我们把这个sine x呢 把它提出来 把sine x提出来 然后这边呢 就变成第一项剩下cosine h 那最后这一项呢 剩下-1 剩下-1 然后我们再加上呢 中间这一项 这个cosine x 然后sine x 把它加上 那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limit 这个分式 把它写成两个 那前一个呢 是sine x 因为这个x呢 不随h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是h趋向于0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呢 h分之cosine h 减-1 然后再加上呢 第二项是cosine x 然后呢 乘以什么呢 乘以上面的sine h 然后除以底下这个h 除以底下这个h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用到刚才那个预备定理的 刚才那个预备定理呢 为什么要下去 把它先振出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这两个括号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呢 我们把刚才那个预备定理 写在这边 就是呢 它的x趋向于0的时候 这个x分之sine x呢 它的比例呢 会趋向于1嘛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x趋向于0的时候 这个x分之呢 1-cosine x呢 这是0 好 这是0 那所以呢 它这两项呢 刚好跟这边是一样的 就是当h趋向于0的时候呢 这一项呢 它会趋向于0 那这个3h 出于h呢 当h趋向于0的时候 它会趋向于1 根据这个式子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 把h去推到0的时候呢 它这一题最后结果呢 就是3x呢 乘以0 再加上呢 cosx呢 乘以1 cosx乘以1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得到呢 它是cosx cosx 那这个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呢 f of x 如果是 sinx的话 那你会得到呢 这个f' of x 它就是呢 这个cosx 就经过刚才这个 微分的过程 这就是cosx 那么 有一些人觉得 这样写呢 它太麻烦 那因为f'呢 就是要把它微分 所以呢 实际上呢 你又可以把这个 sinx 如果你把它 这个sinx 你给它微分 微分以后呢 它就是呢 cosx 所以这个公式呢 看起来比较简洁 看起来比较简洁